大家都急着赚钱 就是因为身上都还是多少 有些债务 根据了财政部最新的 国债中报告 台湾人竟然每个人 平均背负国债高达了 24.7万 这还没有算到私人债务 想问一下你知道你负债 24.7万吗 不知道 很惊人 很惊人 债留子孙 每天卖地工作 就是希望存不上的财富 可以越来越多 但我们身上背的债 超乎想象 根据最新资料统计 政府没有偿还的债务 就有五兆七千七百四十八亿元 这样换算下来 等于每位国民要负担 24.7万元 连刚书生的小婴儿都逃不过 背负国债物价又高 年轻人面对未来 真的很彷徨 只能苦笑 甚至一项最新调查 我们比想象中更容易破产 对啊 就还是会有压力 蛮有压力的 就经济成长率 虽然蛮高 但好像没有反弹到 我们年轻人身上 对 就年轻人好像 薪水还是蛮低的 就是会担心薪水跟不上 物价上涨速度 其中以桃株苗位居第一名 最担心自己的债务状况 也就是说怕偿还不出来 或是无法好好掌握住 自身的财务状况 云嘉南极高平地区位居二三名 而一年龄分部来看 就以三十到三十九岁的中年人口比较烦恼 现在的这个经济的高速 新形态的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形势发展当中 特别是FinTech新的金融科技出现 造成我们民众 使得我们民众一般先行消费的情况 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 债务问题已经是每一位民众 必须面对的财务问题 而不是像我们一般国人常常会避讳 认为是属于中价阶层 或是低收入户所关注的问题 随得目前生活开销越来越大 物价节节高升 负债问题 未来恐怕也难以逃避 东森才能新闻 杨昭富一文台北报导 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谈后交战